大家好 今天我想拍一拍我的浴室里面有些什么 这里就是我的浴室 首先讲一下这块地毯 一出来就会比较湿的 所以要有一块地毯去沾着 然后就是一些毛巾 我放在这里 然后每用完一次就会洗 这个架我记得好像是在Daiso买的 这个泡泡应该也要放的 可能有时候用了一些深层清洁面膜 很难去洗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这些是要在亚洲的超级市场才会买的 这个才是送的 这个是在Daiso买的 就是帮洗面膏开泡 其实我没有用的了 我有个浴帽其实也是极度少用的 因为平时扎起来就碰不到的 然后这块是用Evlon的落妆膏 用的一块布 其实要换的 因为其实这些产品 就是这个这些泡泡 其实可能最多三个月就要换一次 有一件事在这个架上 就是这个的毛 洗完凉出来 洗干了头 用毛巾 之后通常我不会摘起它 我会套着这顶帽 之后它有套扭的 好像在这里 一套扭的 然后可以套着头 但现在我其实没有这样做的了 我就是用一块毛巾去 可能吸水 然后一打开 就有很多不同的洗头水 还有一些护发素 那些发膜 我也会逐一逐一这样讲解的 在讲解这些产品之前 我会弄一下这个浴缸 其实这个浴缸是有jacuzzi的 是有按摩的 但其实我真的很少用 因为我本身不是经常浸浴的 因为浸浴好像一来浪费时间 二来听说好像对女生下面的方面不是太好 但我不肯定 然后这块是用来防线的 这块用了很久了 但可以洗的 而那个就是 洗澡的时候要放在那个位置 头发不会塞住 去不了水 这一边有我这个洗澡的loofah 其实用了这些后 其实省了很多很多洗澡液 因为可能只是折两下三下 之后起泡 就可以拆掉整个身体了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帮身体有少少磨砂的感觉 因为我买这个不是为磨砂的 所以是温和的磨砂 也不错的 手肘的位置可以拆一下 而这个是我的脚踩 那些位置比较粗糙 可以用这些来磨一磨 首先讲一下洗面膏 这个是suseido的洗面膏 非常清洁力强劲的 用完之后 也比较干净 而且面很干干的 但我也挺喜欢那个感觉 因为洗面也想洗干净 然后塗一些保养品 然后这个是一个粉 是洗面粉 这个也不错 这个可以每天使用的 因为我有日本牌子 suseido的洗面粉 那个不可以每天使用 但这个可以 然后是这个john masters 一个洗面膏 但我通常是日常才用它 因为这个是泡泡的 所以泡泡的东西比较温和 早上其实也不是太骯髒 臉都是一些 可能有点油 所以也可以用这些 磨砂膏 这个derma e也很推介 这些粒子非常非常非常幼 所以如果是敏感皮肤 或者干性皮肤的朋友要小心 我就是混合性肌肤 而这个也是for早上的 也是比较温和 是derma e的也是一个洗面膏 而最后这个 其实可能已经过期了 就是这个fresh的磨砂膏 我其实放在这里 是用来磨一下脚 不要浪费 因为面部也怕敏感 我记得也买了几年了 这个是soup and glory的磨砂膏 很喜欢很喜欢它的香味 它的粒子也适中 而且磨砂身体的时候 建议如果夏天的时候 一个星期可能两次 但是冬天的时候 因为比较干 所以可能一个星期一次 甚至两个星期一次都可以的 而且这个我都会用来磨 就是脚跟的位置 其实我脚跟的位置 通常都可能磨多一点 可能日日磨 有时候有空的话 但如果没有空的话 可能隔日磨 因为脚的位置 那些死皮 生得比较快 这个洗头水 非常出名 但其实我还没用它 我用完之后 看看再 如果好用的话 再推荐给你们 因为我用很多不同款的洗头水 有回购的 但我也想试试不同 因为头皮有时候 可能适应了同一款洗头水 可能清洁力没那么强 这个我是回购的洗头水 已经回购了很多很多次 非常推介这个 我没有染发 所以就是普通 是carotene care的系列 这个牌子是 carotene complex 它有很大尺寸的 但是是砰头装的 但最近好像没得买 所以这个小尺寸也照买 然后 我有一个 剃这个脚底毛 还有一些手毛脚毛的剃鬚炮 这个是costco一盒买的 我平时也会脱这个盖子上去 因为可能接触风气少 所以没那么容易生瘦 因为始终是这些 濕濕的浴光的地方 也是一样 这些产品也要一个月换一次 因为始终是有刀片 怕没那么锋利 还有怕有脂身细菌 所以安全一点 然后讲一下这一堆 其实是磨砂膏 这个是john masters的磨砂膏 这个我其实不是太常用 因为最近比较难去身体磨砂 但印象中记得 颗子不太粗 印象记得都温和 这是fresh的磨砂膏 其实也一段时间没用 这个应该是这么多磨砂膏之中 最温和的 因为它是用啡糖去做 就是这个saint ives的磨砂膏 其实是for面 只要买的原因是 可能磨身体和脚的位置 但也建议可能用在面好一点 因为它的粒子是比较粗的 所以如果整身磨的时候 浴室要清洁得很好 而且会有很多 跟平时的磨砂膏不同 因为这个不是设计是for身体的 所以也有很多黏在旁边 所以也建议这个用来磨面 会比较好 最后一个磨砂膏 就是这个hams这个牌子 非常非常爱这个牌子 而这个磨砂膏 普通啦 我觉得也比较温和一点 而且这个antiaging的没有记错 也很大支 Hams的发膜非常推介这个 而且去旅行那些时候 也很方便 一包我印象中记得 好像可以用一两次的 它的说明书就说 但通常我一包用三次 因为其实里面也挺多的 非常推介这个发膜 发膜其实我有时候会转一下 然后这个其实是浸品 是一个沐浴露 之后这个是nicole送的 这个是一个savannah的出产 他们那边好像是很流行honey的东西 不知道合不合 但是是一个body wash 也是礼物来的 这个是我朋友叫kiki 他送这个 我记得是生日礼物的 加上lotion 这个也很香 应该是我这么多的 冲凉液里面最香的 是这一枝 jo malone的 也很出名的 这个真的不舍得买 如果买这个沐浴露 因为这个牌子很贵 好到最后这个角落 首先讲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是ipsy的活动松 真的是护发素 不是发膜 所以我觉得它的润度 没有发膜那么高 但是免费的 不要浪费 就用它 然后这个 就是我非常大爱的 一个洗凉液 是neutrogena 有很多功能 这个可以用来浸浴的时候 用来挤也可以 但我多数很少很少浸浴 另外就是洗澡 洗澡可以挤在loufar 挤两下就够了 到第三个用途 就是剃毛 刚才挤在手上 之后开水 塗在要剃毛的地方 之后就可以用这个剃毛跑 然后到洗头水 这个是caviar的洗头水 在之前nostrum 好像是减价 他们有折扣的时候 我这样一套买的 而且这个牌子 的洗头水和护发素 都比较贵的 所以如果它不是有折扣的话 我也不会买的 也不错 它的shampoo和护发素 也真的不错 它这个真的是护发素 不是发膜 但我觉得它的滋润度 也比这枝护发素 也比这枝护发素 然后就是hams这个牌子 也是非常喜欢 这个它说是护发素 上面写着 但是说明书 也说可以当护发素 或者发膜用的 非常大枝 超级滋润 很喜欢这个 戴力推介 这个牌子的洗澡商品 还有一些body lotion 真的不错 这个在costco买的 就是这个牌子 Orlando这个牌子 比较滋润一点 因为它是用这个 Argan oil 里面其中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 不适合油性的头皮 以及不适合混合性的头皮 我头皮方面其实是中性的 中性也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的头皮很干的话 或者头发很干 经常染发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好 平时塗了这个发膜 或者护发素的时候 我会用这两个夹去夹着头发 你塗了护发素 或者发膜头发的地方 不会掉下来 可能会冲走了 夹着它之后可能会开始洗身 这两个夹是平时可以在发型的地方 会买到的 是真的用来夹着头发的 这个 好了到最后这边了 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John Masters的头皮洗头水 我的意思是头皮 不是说生的头皮 是真的给你的头皮清洁 是这个深层清洁头皮的洗头水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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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这个 回购了很多次 这个和这一枝carotene complex 这两个一直都有回购 非常喜欢 是一个星期就用一次 如在冬天的时候 而且真的要视乎你的头皮 会不会有多油 如果夏天的话 一个星期用两次 甚至有时三次都可以 这个水流水也一般的 普普通通 没有特别好用的 因为这个也是送的 所以不要浪费 然后就是这一大枝的洗头 或者洗身水 其实是一贴过的 这个是head to toe的 去挖body wash 其实洗头也可以的 但是我不是用来洗头的 我用来洗我的刷 我的化妆刷 这个也回购了很多次 我相信大部份的你们都是用这个牌子 非常出名的 在youtube界里面 这个买了一段时间 其实也是深层清洁的头皮 是真的磨砂的头皮 用过几次 但也是一样的 一个星期可能用一次 或者两次都不可以用太多 感觉我也是觉得 John Masters这个 好用很多 然后这里有一把梳 其实这把梳 本来打算用来梳头的 即是头发濕的时候 可以用来梳 但其实我没有用到它 虽然我的头发很长 但还没需要用到这把梳 所以就 这把梳 而且真的是用来洗澡的 尺子是大一点的 到最后最后一样 就是这个 是一个女性用品 是女性用来洗在下面的 就是比较ph的值 是平均的 所以不会有什么敏感 如果用平时的洗澡液 可能会比较强 像这些或者这些 但是这个是真的专与女性下面的 是较较较的 所以也非常建议 女性也用这些会比较好 因为也不想有什么敏感 发炎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牌子也很出名的 在美国Target有得买 忘了说平时我洗头是洗两支的 然后会用发膜或者护发素